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感觉就是一个非常宁静祥和的小城 生活节奏漫漫悠悠的 走在街上特别舒服 说到宇治最吸引社长的肯定就是大名鼎鼎的世界文化遗产平等院了 平等院在日本乃至世界都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以至于如果你在日本生活的话 几乎每天都离不开它 此话怎讲呢 别急 社长等会给大家解释 走 我们进去看一看 想要到达平等院 需要穿过这条满意着抹茶香气的表三道 现在真的是抹茶的香味扑鼻而来 宇治是日本茶的起源地 也是茶文化中心 所以在这里随处都能看到跟抹茶相关的店铺 你看这两边全部都是抹茶的店铺 社长正好有个老朋友就在宇治经营抹茶店就在前面 晚点我们也去拜访一下 每次来都要买一些抹茶的点心 这个天气挺好 天气挺给面子 哇 你看 枫叶都红了 终于从炎热的夏天拍到了秋高气爽的秋天 平等院前邻宇治川远对昭日山 其所在位置可谓是风水宝地 日本历代天皇都在这里建别墅离宫 这个就是平等院的入口了 沿着与治川修建的平等院有着将近一千年的历史 是日本平安时代持权周游市的寺院园林 也是日本早期木构建筑的代表座 于1994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文化遗产 你看这有一个牌子 腹肌就是腾的意思 高约三米 推定树林两百年 就这棵树已经两百年了 我们现在就来到了平等院 寺院在刚建成的时候有许多建筑物 但是后来因为战火的蹂躏 大部分都被焚毁 如今的平等院 仅有凤凰堂 观音堂 钟楼 这三座建筑保存了下来 后来又建了凤祥堂这个博物馆 供大家来观赏里面一些文物 在我们面前的就是凤凰堂了 社长前面说到平等院跟我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 答案就在这里 社长准备了一个道具 社长现在手上拿了这个十日元的硬币 仔细看它这个背面的浮雕图案 就是我们眼前的这座平等院的凤凰堂 在日本能够用经验来形容的古迹建筑中 凤凰堂必属其一 凤凰堂的正式名声叫阿弥陀堂 它以中堂为中心 左右两侧见长翼郎 中堂背面伸出尾郎 整体造型恰如一只凤凰展翅飞翔 故此名曰凤凰堂 凤凰堂的设计构思仿造极乐世界的净土 形式和色彩力求辉煌宽快 整个建筑的外形和空间充满变化 相互穿插 并且与周围的景观彼此演应 可以毫不夸张的讲 凤凰堂被公认为是所有日本传统建筑中最美的一座 不知道大家注意到了没有 在正殿的乌鸡两端 有两只凤凰 金色的凤凰非常耀眼 是不是感觉有点眼熟呢 社长还有一个道具 看一下 这个是日本的一万日元最大面值的钞票 没错 大家看一下它的背面 这个地方也有一只凤凰 而这只凤凰呢 就是平等院的凤凰堂的凤凰 平等院作为宇治最重要的景点 能在日本两种主要的流通货币上留有图案 足见其在日本人心中的地位之高 那么这座千年古刹 究竟有着什么样的历史意义呢 这还要追溯到日本的平安时代 平等院创建于1052年 也就是平安时代后期 此时正是日本末法思想盛行的时代 什么叫末法思想呢 这是一个从中国传到日本的佛教说法 指的是在释迦牟尼涅槃的2000年之后 佛法将会灭亡 社会混乱 魔道盛行 这种说法深深影响了东亚佛教的演变 在日本尤其是净土宗深受影响 此时朝廷的贵族也开始皈依西方的阿弥陀佛 他们纷纷开始建造自家的寺院 企图在其中打造一个死后的超脱之所 即极乐净土的理想世界 而平等院的凤凰堂 就是由当时的摄政官白太政大臣 藤元赖通 他按照佛教经典中 关于极乐净土宫殿的描述 修建而成的 如同社长之前去参观过的唐昭提寺一样 凤凰堂在建成900多年后的2014年 也完成了他最新一次的落架大修 这次大修最大的特色就是将木结构都涂上了一种叫做单土的红色涂料 并在尖端屋顶的凤凰身上涂上了金漆 完全恢复了其平安时代华丽灿烂的原貌 在凤凰堂里面还有一尊被指定为日本国宝的阿弥陀如来坐像 它是日本历史最伟大的佛师之一 定朝流传至今的唯一的一个作品 对佛教美术爱好者来说是不可错过的大师之作 再跟大家介绍一个小知识 其实在夏威夷还有一座跟宇治几乎一模一样的平等院 1968年夏威夷政府为了庆祝日本人移居夏威夷100周年 专门1比1的复制了一个平等院出来 给当地的日本人以解相愁 由此可以看出平等院对于大和民族来说何等的重要 社长刚刚参观完凤翔堂 凤翔堂不让拍摄 所以社长现在是刚刚参观完在这个上面的休息台 社长实际上最喜欢这个休息台 因为在这个休息台上坐着 感受一下这个庭院的风景 想象一下这种范围 非常的舒适 这凤翔堂实际上是后来建的 大概是2001年建的 里边它主要是展示了一些非常好看的文物 像有什么梵中 还有那个26个什么云中菩萨之类的那些 进去看一下蛮有意义的 社长现在在宇治川上面 这个桥呢叫菊桥 今天的天气非常有意思啊 在社长的这个地方呢就在下雨 然后在社长的北侧大家看一下那边是大晴天 既然来到了宇治 那就不得不提日本古典文学的最高峰 同时也是世界上最古老的长篇小说 《原世物语》 稍微了解一些日本文化的朋友啊 应该都听说过这个名字 说它是全世界最知名的日本文学也不为过 《原世物语》啊 也常常被称为日本的喉咙梦 《原世物语》以日本平安王朝全盛时期为背景 描述了主人公光源氏的生活经历和爱情故事 小说反映了日本平安时代的贵族文化生活 创造了日式的浪漫的物哀思想 直至今天啊 仍被视为典型的日本恋爱和审美的代表作物 那么《原世物语》跟宇治又有着什么样的关系呢 这是因为啊《原世物语》最后的故事呢就发生在这里 就在这条宇治河的河畔 哇大太阳出来了啊 接着介绍 福州呢作为《原世物语》中最后退场的一位女性 她的命运啊十分凄惨 架在在两个男人的争抢之中备受折磨 最后呢终于在一个深夜选择跳河自尽 就是在社长身后的这条宇治船 在这种人间仙境总是有悲惨的事情发生啊 对于《原世物语》这样伟大的文学作品啊 后世的日本人为了表达对她的敬意 于1998年代宇治建立了世界上唯一一个原世物语博物馆 供全世界的书名呢前来瞻仰膜拜 走我们也去看一看 这边是啊宇治的另一处世界文化遗产 宇治上神社和平等院啊几乎是同一时期的建筑 与临近的宇治神社合称为离宫上社 我们现在就来到了原世物语的博物馆 博物馆呢在2018年经过一次改修 花费了大约9000万人员 导入了一些现代化的体验设施 又加入了中韩英等国家的这些语言的翻译啊 宇治政府呢希望向大众推广 原世物语不仅是一部伟大的日本文学作品 也是属于全人类共同的文化财富 我们先来到的是平安厅 主要是以原世物语的前半部分 平安京城和光源市为主题 我们进去看一下 大美女啊 就感觉就像一个时光隧道啊 这边这个是公清贵族外出时乘坐的私家车 牛车 这在当时啊也是贵族身份的象征 当时呢这些牛车都流行被涂成黑色 就导致很难区分 出门呢一不小心就做错了 于是呢有人便开始在车上镶嵌上金丝图案 这就是日本家文的起源 这个呢是光源市当年在京都居住的六条院的模型 看着非常的宏伟啊 模型据说是结合了小说和史诗两方面啊 按照一笔一百的比例真实还原的 每一个庭园都设计的十分精巧 而且还细心的将京都的四季风情 春莺夏柳秋叶和东松融入了其中 然后我们现在来到的就是宇智庭 以原始乌语的后半部分宇智实贴为主题 我们进去看一下 感觉这个色调会发生点故事 这里啊重现了熏军首次被宇智亲王的大女儿的美貌 所吸引的这个偷窥的场景 社长也去看一看他都看到了什么 哇塞 有情提醒现代社会这种偷窥是犯法的 大娘在生活中切勿模仿 这两位演奏乐器的女子啊 便是宇智亲王的大女儿和二女儿 看着是非常的温婉贤淑 高贵典雅啊 原始乌语的最后实帖被称为宇智实帖 讲述的是光源氏的儿子 薰君和外孙 兄公这两个男人和宇智亲王的三位女儿 大军中军和福州之间的悲恋故事 这有一只猫 哦 哎呦啥意思 哇这个很难哎 樱花充满了吗 还是挺难的 社长又发现了一个有意思的事情啊 这原始乌语有一个香文化 然后社长不小心仔细看了一下里边都是什么呀什么 大茴香贵皮 白毯丁子山奈啊 都是在好像都是咱们做菜用的或者中药用的东西 谁掌控了香料谁就控制了宇宙 从原始乌语听出来以后啊 社长又有一个新的发现 看前面写着穿越时空的杨贵妃的感觉啊 社长刚才进去看了一下因为他不能摄影 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 这是原始乌语的这个小说啊 这个故事的写作呢 是受中国的常代世人白居易的长恨哥的影响 写了这个原始乌语的故事 我们现在来到的是宇治桥 横跨宇治川两岸的宇治桥呢 是日本现存历史最为悠久的纯日式风格桥梁 全长153米 建于大化二年也就是公元646年 这个栏杆啊还保留着当时的木质结构 很有历史感 非常厚重 自古以来啊 日本人认为每座桥呢 都有女神的守护 而在众多与桥有关的传说当中啊 以宇治桥基最为著名 在原始乌语的宇治实贴里边啊 宇治桥基被刻画成一个一心一意 等待着恋人前来的哀愁美丽女神的形象 坐落在宇治桥边的呢 这个就是原始乌语的作者紫世布的雕像 很多来过宇治的朋友一定都来过这个场景 原始乌语的作者紫世布呢 也是一个充满了传奇色彩的女性 她出生于一个下级贵族之家 在20岁的后半啊 嫁给了藤原世家的一个小官 比她年长了20多岁 但是啊 人生充满着无常 结婚三年后啊 她的丈夫就去世了 为了忘记这个丧夫之痛啊 紫世布开始写小说 所以恰恰是她这个个人的不幸 造就了日本文学的大姓 才诞生了后来的原始乌语 那个时代女性多半是没有地位的 所以说小说当中的女性们啊 原本也是没有名字的 今天我们读到那些美丽的名字啊 都是后世的读者给她们加上去的 而作者紫世布本人的真实姓名啊 也没有记载 紫呢是后人娶故事女主角紫上的紫 而世布呢 则是她父亲的官职的名称 因此可以想象啊 紫世布绝对可以称得上 是那个时代不知不扣的 独立女性的代表了 她不仅罕见了从小学习的汉文 还能博学到写小说的地步 实在是了不起啊 哎呀 路着路着下雨了 幸亏有紫世布女神的保护啊 我接着路 紫世布创造的原始乌语呢 开启了日本文学的物哀时代 并影响了包括夏木树石啊 川端康城啊 宫崎骏在内的大批的文学家 艺术家 其以真实为基础的物哀精神呢 更是得到了一代又一代人的继承和发扬 并对日本文化造成了深厚的影响 也许是因为受到原始乌语的影响啊 日本人渐渐有了一种想象 就是京都呢 有男性世界的象征 而雨智呢 则是女性世界的象征 在小说中啊 雨智川是男女双方搭乘着小船 相互涌送情歌的地方 但川流不息的雨智川啊 也被视作是无偿的男女关系 和不安定的女性的命运的象征 美好的东西呢 无关生命的长短啊 见证的时刻便是一期一会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社长要去品尝抹茶了 如果你喜欢本期节目 欢迎订阅点赞评论 我是社长刘洋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字幕志愿者 暂停 字幕志愿者 暂停